7點23分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週末假期 但是北東的雨勢 又要稍微增加了 最主要還是受到了 東北季風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12小時的 電量降水圖 今天在宜蘭 還有在東花東地區的 迎風蜜地區 確實水氣偏多 而到了午後 其實都還是著重在 中南部的山區 但是到了晚上跟明天清晨 可以看到整個水氣 都有收乾的趨勢 但是基隆北海岸 跟宜蘭左右的地區 都還是要留意 一整天連續的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 禮拜日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東北季風 稍稍的減弱一些 但是午後 在山區的降雨 雨勢還是比較顯著的 所以提醒在山區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記得帶傘 如果您是要前往 山區旅遊的話 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到 如果一整週的 雨勢變化來說的話 6日的水氣比較多 而到了禮拜一 開工日到禮拜五 可以說整體的水氣 確實有偏少 但是午後的零星降雨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在熱對流的發展之下 感覺上雨勢就會增加一些 不過我們雖然說 下週整體來說 都是吹一個偏東風的環境 但還是有些許的落差 可以說禮拜三開始 東北季風要稍微的增強一點 所以就會回到 大臺的北地區 跟東半部地區 會有短暫的降雨 至於山區的雨勢 當然就會再增加一些 不到禮拜四 禮拜五 東北季風又要減弱 轉為偏東南風 這時候雨勢又要趨緩了 而且溫度又要再提升 所以我們說整週的溫度變化 還有整個變化節奏 其實滿快的 至於說下波的東北季風 要到什麼時候 預估要到禮拜六 禮拜日 也就是下一波的東北季風 才會再來到來了 不過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溫度變化 其實在各地 溫度都有顯著的下降 像是各地的低溫 都大約落在23 22度左右 不過高溫起來的也滿快的 因為受到輻射冷卻理想 其實今天的低溫都還滿低的 像在苗栗的大河側站 達到了18.5度 另外在俄梅市新竹線 也是18.8度 其他地區像是新北市的國五側站 也只有19.1度左右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 週六日的時候 沿海地區還是有 11.5到2米的浪高左右 提醒沿海地區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 找到最高的 適合 可以 使ources 更 鷲 好